最后就是说,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列出 就是号码里面,就是前期名的 所以最后它这个地方往下 排名它是这样的,因为回圈基本上它是循序的 它一定是什么,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不要,第前期名的话 它就是for i 等于第二列 它会先从这边比一下 是不是小于等于7啊 如果是的话,就帮我把同一列的 什么呢?同一列的 资料呢,帮我复制到F栏 所以记得啦,这个有一个关键的 在这个程式叙述啦,这个可能还是要多多练习 最好如果可以的话,回去就是 把这个程式再重写过啦 那这一段程式其实还蛮经典的,因为以后呢 很容易就会用到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某个范围的资料 把它复制到另外一个范围的话 记得喔,来源写后面 要放的写在前面喔 比如说呢,我要把那个 它这个程式是一直往下走嘛 然后呢,如果找到小于等于7的 所以呢,理论上是一直往下,这个都不是 所以找到这个的时候 那理论上呢,这个 它的 条件为True嘛 所以一直往下走 这个为 前面都为False 所以就跳过 到N的一幅,然后就换下一个 那直到呢,找到这一个的时候 这个刚好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 值 是 小于等于7 所以呢,依然 这个地方 那我就把它同一列的A栏 的资料呢 所以同一列的A栏在这边 那实际上这个里面的值 我把这个缩小一点好了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把这里面的值 我希望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最上面 那记得喔,把这一边的 这个这个值 这个值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边的资料 12嘛 然后call到哪里呢 call到指定的F栏 所以F栏的 第几列呢 当然第一次一定是第2列啦 所以我这边增加一个变数叫K 所以就先放在F2里面 那记得呢 后面要加一行叙数 就是把K的值 加1之后存回去 那这个就K等于K加1 就是把 K本来是2嘛 加了1变3 存到前面的K 那K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3了 OK,这个可能慢慢有这个概念喔 后面运算完的东西 存到前面去 所以特别注意啊 这个等号 常常同学搞不清楚 到底这等号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如果以这边程式来看喔 这一行呢 就是把后面的资料 赋予到前面去 那这一行的话 就是把 后面计算的结果呢 存到前面的意思 OK,所以喔 特别注意喔 那个等号跟以前 你在学习数学时候 用的等号意思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喔 这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什么 把 这个 前7名的资料 循序的帮我列出来 不过列出来之后的话 就有同学说 老师 不对啊 我们希望说呢 如果前7名按照 这个 什么呢 按照那个 找到的 有没有 比如说1号先放 所以应该是放34 2号再放 第2名 第2名的话21 所以是34 再来21 然后再找第3名 OK 可是问题喔 以前如果假设用人工的方法来找 真的很麻烦 尤其啦 像这个号码才42 42号 还算是简单的 可是如果将来你的号码数量非常的多的话 那你用人工来 来找这些资料 那你可能会找到疯掉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只是希望 找那个 前7名的话 那怎么找 会比较快 当然写的方式 绝对也不会有 所谓的 标准答案 你当然很多种 逻辑的 思考模式 比如说我可以怎么找 像我最早是 先想想 比如说我先 先让他怎么样 先让他 先找那个什么 找第1名的 所以呢 我这边可能会需要一个变数 就是可能是多一个 K好了 这边有K的 多一个J好了 那这个J的值 就是先 先找什么 找第1名的 那第2次再找第2名 再找第3名 再找第4 一直在一推 然后所以喔 你这边变成说 我们原来是 小于等于7 那可能这边的话 就要把它改成什么 等于J 找第几名的 找到之后 帮我放在那个 指定的储存格里面去 这样也可以啦 比如说我原来想的方式是这样 就是 我需要一个J 这个J的值呢 第1次找1 第2次找2 一之类一推 那我应该怎么写呢 我可以这样写 在K的下面 写一个什么 4 J好了 等于1 第1名 到 第7名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Nest 那记得 要把底下的这个4Nest 把它放到这个回圈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产生完之后呢 再到这里面做比对 所以喔 记得 我先打一个那个 我产生1到7名的一个变数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把它放到 这个外面之后 记得喔 原来要比对的是 小于等于7 改成什么 我要找的就等于追 那这个J的值 第一次是产生1 1啦 所以呢 他这边就第1次是找第1名 当他跳回来之后的话呢 才再找第2名 一之类一推 那这样 不过 他会怎么找 他会变成说 找 从头到尾找一次 再换一下 从头到尾找一次 可是问题来了 其实如果你已经找到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不需要往下找 所以喔 后面我们会讲一下 如果要让他 程式更快的话 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如果找到之后喔 你就不要往下找 那不要往下找的话 你可能就是在那个程式喔 找到了嘛 找到之后呢 处理完 把资料call过去之后 后面记得喔 不要再往下找 就叫 加一个 is this 离开什么 离开for回圈 意思就是说 你找到了 不要再往下找 加一个is this for 那这样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所以我原来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 我原来 我们原来的程式 外面包一个 追 我刚刚 主要是加一个这个 for追 等于1到7 然后next 然后把追放在这边 ok放在这边 然后让他去一个比较 大概就改这样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of ok 我先把 这个 资料先清空好了 那当然你写完成式之后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我是建议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配合f8 什么叫f8 就是说你可以 一行一行的 让程式慢慢跑 然后并且你可以把游标 然后放在变数上方 去观察那个变数里面的资料 目前 是存什么资料 ok你可以慢慢看 比如说现在 j等于1 然后i等于2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12里面的值 是不是等于1 当然不是 不是会怎么样 跳到 and if 跳过 ok 直到找到为止 所以找到为止的话 应该理论上应该就找到 找到这里吧 应该一直往下 找1号 那应该找到35 可是这个可能会跑很多次 假设你一直按 f8的话 会太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呢 顺便教各位一个除错的 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在什么 在这个 城市 的 最右边 最左边的地方 这边可以设有个中断点 那所谓的中断点 就是说 你让程式直接跑 跑到 当他执行到这里 他会停下来 这个也蛮常会用到 我们把它 折好 意思说当他 这个条件符合 进到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 帮我先停一下 那你再来配合f8 其实这个除错方法 也蛮好用的 那我这边的话 这边是个中断点 然后让他执行一下 OK 那当什么情况下 会 进到这个城市 你会发现 当i等于多少 i等于35 没错 当他35的时候 也就是说 135的值 那就会等于1 等于1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什么 找到的值 有没有 同一列的a栏 就34 call到f2 因为k现在等于2 所以目前这里面是空的 那帮我call过 所以你开按f8 有没有发现 f8就是只执行一次 OK 只是执行一行的意思 然后再配合f8 好 那call过来 那再来的话呢 k等于3 因为 我们再来就往下放一个 OK 以至for是说 找到了就不要往下跑了 所以 跳离 他就直接什么 跳离这个i的回圈 跳到j回圈 所以 下一个的话意思是说 j next 下一个j是2 再帮我找2号 所以以此类推 看起来应该是OK的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中断点拿掉 并且 就不要按f8了 直接按上面的执行 他就可以帮我把全部程式执行完看看 有没有发现 34号应该是第1名 21号应该是第2名 28号应该第3名 应该没有错啦 28我看一下 第3名是28 第3 没错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把 这个前7名按照 名次 分别列出来 所以1234567 OK 7名 就可以帮我列出来 那程式呢 我是把它 写在 这个地方 多一个forJ 不过后来 写完之后 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程式 其实还可以再更精简 其实 因为forJ 多一个回圈 感觉 感觉程式变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 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程式呢 可以 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其实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 第几名的话 目前的话 这边的话 是f2 理论上f2是放第1名 f3是放第2名 所以 基本上呢 我们 如果假如说 把那个k 这个k的值 我们不需要产生的话 其实你可以 把它 名次 列跟名次之间相差1 也就是说如果第2列的话 就放第1名 那如果第1名就放 意思是说第几列 这个k的话呢 其实或许可以想想看 是不是可以把那个k 不要 然后让它改成 名次加1就可以了 可是要怎么做 那我跟各位讲一下 我刚刚写的这段程式 如果各位 觉得有点偏难的话 那其实你们可以参考 云端白板上面 我应该有把 这段程式放在我们的 乐透彩的程式码里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 乐透彩程式码里面的 应该是在 在这里 方法2的地方 为什么放方法2 其实 后来想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我把它 摆在 方法1 OK 这个是我刚刚写的 多一个负回圈 有没有 然后呢 这边加一个那个 等于追 第几名 那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另外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写法 就我刚刚讲的 在方法1里面 你想说方法1 为什么这么简单 第1个 没有追回圈 OK 那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部分 我把画面 先在 停止共用一下 OK